生吃龙虾大口吃肉的胖姐拥有716万粉丝 据穿身价更是高达2亿元 但是胖姐却在直播间内表示 自己去世后遗产全部留给自己的小老公 那么她的老公到底有何魅力 可以让胖姐如此痴迷 她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关注网红饭圈 本期圈圈带你了解北京胖姐的故事 自从短视频兴起 很多人都投身短视频的创作中 其中美食博主更是火爆 不需要任何的才艺和技能 只要每天吃美食就行了 北京胖姐众多美食博主其中之一 胖姐老家在东北 因为早年间投资失败欠了不少钱 到后来更是连饭都吃不上了 没办法的她只能外出打工寻求机遇 此来想去胖姐来到北京打工 成为了一名北漂 但因为自己一没学历二没技术 在北京也是艰难度日 跟老公二人日常买菜 都是奢账月底结算 很快机遇便降临了 2015年短视频行业迅速兴起 北京胖姐也入住短视频平台 但刚开始进入短视频 做美食博主的胖姐 并没有多少人气 因为拍摄视频内容的单一 清晰度较低 所以并没有引起网友的关注 直到后来将美食换成了生蒙海鲜 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不少网友认识到了胖姐 让胖姐收获了不少粉丝 同时收益也不断提高 在拍摄了几年短视频后 攒的钱开了一家羊棒股店 因为味道的好吃 还有价格的实惠 让胖姐不少粉丝 纷纷前来品尝 更有甚者加盟胖姐的羊棒股店 这也让胖姐挣到了第一桶金 近些年短视频行业 直播带货的兴起 早已成为百万粉丝的胖姐 也加入其中 凭借自身流量和产品的物美价廉 胖姐的直播带货销售额超千万 身价也更是高达两亿元 但随着相关部门的批评 美食博主人人自危 纷纷开始转型探店 或者美食教程类视频 体重高达200斤的胖姐也不例外 粉丝也是劝阻胖姐注意身体 要不有命赚没命花 对此胖姐也是直言不讳地表示 自己深知如此大吃大喝 对身体有害 但是不继续的话没有收入来源 并且也说 自己如果有一天身体真的发生了意外 那就把剩下的全留给老公 胖姐对自己老公的掏心掏肺 网友却对此并不认可 有网友认为 胖姐的老公是因为胖姐的钱 才选择她 她的老公算不上很高 也算是可圈可点 而胖姐样貌虽然称不上女神 但也算耐看 除了性格的豪爽善良 胖姐最大的优点就是有钱了 而且网友还扒出 胖姐老公嫌弃胖姐吃饭的视频 更是让网友心生质疑 对此胖姐并不在乎 表示自己的老公已经把她捏得死死的 在家中也是非常听老公的话 自己能找到如此帅气的另一半 也是自己的福气 这更让一些网友想不通了 纷纷到胖姐老公的视频中 指责她老公 随着时间流逝 事情的发展也是越来越严重 胖姐在直播间也做出回应 为何对自己老公这么好 胖姐和自己的老公都是二婚 都与前夫前妻有一位孩子 但是二婚后却没有戴下义子 她觉得有愧老公 也讲述了早期的艰难时期 刚开始二人在北京时都吃不上饭了 身上也只有料料无几的碎银两 二人只能外出兼职打工赚钱 当时胖姐因为体型原因找工作时处处碰壁 只有她老公一人在外艰苦奋斗 而且常常将上班馆的盒饭带回来给她吃 她老公自己却不吃 也正是有早期的共患难 让胖姐在自己辉煌时和老公同富贵 其实在圈圈看来 共患难容易 但是同富贵却不易 这个话题从古至今都是个问题 很多夫妻都是可以意气共苦 却未必能够同甘 其实都不是谁心里没有谁 而是在功成名就后淡薄了对彼此的信任 有的是女生在外挣钱男生顾家 被外界舆论压得喘不过气 回家后一点小事引发争吵 都会将最恶毒的话语倾诉给最亲近的人 但是如果双方能够多沟通 彼此多一点责任就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落魄时做的最多的事 就是互相培养彼此的爱 这就是共患难 当有钱的时候 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多姿多财 它为了让你更快乐 会让你去寻找原来渴望 有没有机会得到的快乐 当然你们之间的沟通就少了很多 你会觉得它变了 但是对你的爱并没有改变 你要是好好的想想 你们之间需要的是理解与信任 而不是猜疑 最后也希望胖姐的老公 可以配得上胖姐的这般深情 所以说人饮水冷暖自知 希望两人能够善始善终 也希望胖姐作为美食博主 还是要以身体为重 要不然到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 得不偿失 好了本期就讲到这了 你对北京胖姐的举动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见